哈囉 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樹沛 我是剪了瀏海編浩大愛的寶兒 好啦 大家還記不記得那一次 在綠色水管中撞來撞去撞上癮的 Flappy Bird呢 這次開發者可是要人好復活啦 長情這一段時間 大家都非常小念這一款遊戲吧 沒有關係 因為今天要為你們介紹的遊戲 就跟Flappy Bird非常相似喔 而且3D得趕快一起來瞧一瞧吧 Flappy Bird的爆紅紅 讓開發者一天就帶來幾萬美金的廣告收入 但就在2014年2月 開發者突然將遊戲下架 結束Flappy Bird的傳奇卻短暫的生命 之前電玩宅樹沛有為玩家們介紹 開發者即將捲土重來 在等它歸來之前 玩家們可以玩玩其他相似的遊戲 來找回當初的傳奇手感囉 這一款Flappy Bird 3D 就是明顯的向Flappy Bird的致敬 不一樣的是本作將2D的鳥兒與場景 變成了3D第三人稱 玩法與Flappy Bird一樣 點擊就能夠飛行 利用技巧通過水管 追求高分式遊戲的精華所在 變成3D的視覺感 難度也是相當的變態呢 但是為什麼本作鳥 變成了3D還是傻傻的直線飛呢 哎呀 硬要磚才是Flappy Bird的嘛